蚕吐丝 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解释 蚕吐丝已供我们做衣料 蜜蜂可以酿制蜂蜜 供人们食用 而人要是不懂得学习 以自己的知识 技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真不如小动物 启示 人类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 才能掌握前人留下来的知识 并以此来开拓更深 更广泛的知识领域 不断地改善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环境 动物的活动不过是一种本能的表现 是无法与人类有意识的活动相比的 诱习业 壮志身 上筐国 下利民 解释 我们要在幼年时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长大后能够学以致用 替国家效力 为人民谋福利 启示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 如何把学到的知识为大众服务 不枉费自己一生所学 对后人也有所帮助 首要的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用所学习的知识解答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并在实践中加深理解 养民生 显父母 光于前 育于后 解释 如果你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民就会赞扬你 而且父母也可以得到你的荣耀 给祖先增添了光彩 给后代留下了好的榜样 启示 我们应该提倡一种奉献的精神 对我们伟大的祖国 对人民 对他人的奉献精神 我们的学识是奉献的资本 谁的学识越多 谁的奉献就越大 人民就把更多的荣誉献给他们 人以子 金满盈 我叫子 唯一经 解释 有的人遗留给子孙后代的是金银钱财 而我并不这样 我只希望他们能精于读书学习 长大后做个有所作为的人 启示 知识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做父母的再有钱 如果子孙不求长进 又有什么用呢 钱总有用完的一天 到那时 一无所长 什么也不会干 反而害了他们 而书中自有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道理 这才是取之不竭的财富 秦有功 戏无益 戒之灾 以勉利 解释 反复讲了许多道理 只是告诉孩子们 凡是勤奋上进的人 都会有好的收获 而只顾贪玩 浪费了大好时光 是一定要后悔的 启示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珍惜 珍惜大好的时光 持之以恒地 读书学习 那么 你就一定会得到 丰厚的收获 你的思想和学识 就越加丰富 你也将会做出 更多贡献 这样 才不枉人生在世 我们要用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这句话 时刻提醒自己